欢迎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以及在线上收看我们发布会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铭 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由腾讯视频出品的 原生友情真人秀恰好是少年线上发布会的现场 再次欢迎大家 那在今天发布会之前呢 其实我们刚才有偷偷的翻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超话 大家都在说节目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 也都已经神秘的隐藏了很久了 到底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呢 然后大家也在猜说 今天现场会不会是一个连线的形式 跟我们三位少年来连线 没有错 我们的额场虽然可以连一切 但是今天我们非常的有诚意的 把我们三位少年请到了今天发布会的现场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少年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欢迎董子杰 刘浩然 还有我们的王俊开 欢迎三位 掌声 来弹幕请扣1好吗 好了 刚才我们也从这个预告当中看到了三位少年非常欢腾的这个旅程 那三位少年今天被我们邀请到了今天发布会的现场 也赶紧有请三位跟所有现场的跟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不好 来我们从小董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董子杰 我是王俊开 我是李浩然 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 这个 我特别想问一下浩然 就是今天出门比较着急 袜子穿错了吗 fashion fashion 所以潮南就是这样是不是 不用多做解释 确实穿错了 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点睛之笔的一个设计了 好 今天我们三位非常帅气的跟大家来见面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的恰好是少年 然后到底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 所以今天要先跟大家跟三位来好好聊一下 这个节目当中有什么好玩的内容 去哪些好玩的地方 今天可以就是不剧透的情况下 跟大家小小的说一些 就是像预告一样的东西 好不好 我们三位都分享一下吧 小董 什么问题 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其实还好吧我们这节目 怎么 怎么 好玩的地方 具体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剪的 反正剪辑权在他们手里 是吧 那你们录制过程当中有哪些 去哪些地方 然后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画面呢 其实印象深刻的 反正余子熙 我们第一个去的第一站 小凯尤其印象深刻 他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星星 星星都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星星 我们看到流星小凯看到了星星 还会转圈那种星星 来来来说一下 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你看到跟他们不一样 就高反了 哦 高颜反应了 对 就信誓旦旦 然后到那边高反了 嗯 结果是晕着看星星的 对啊 其实就是闭着眼看星星 然后立的所有flag都倒了 比如说他立过什么flag 没什么 大家看节目 看节目 好 就丢了个包袱哈 小凯立了什么flag 到这儿看一下 来 浩然 有什么样好玩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玩得都挺好 就是睡不好 为什么睡不好呢 就 我其实我们俩 就不知道 我跟晓总睡得挺好的 嗯 你俩睡挺好 他睡不好 就不知道怎么 就晚上每次睡之前 就总觉得好像 有一种阵阵奇怪的声音 不是 就很纳闷 我感觉他好像不喜欢我们 我们俩睡得都挺好的 撒身了什么 为什么三个人在一起 会同床异梦呢 又留包袱了是吗 这个时候 安静就留包袱了是吗 好 那我们不做 太太多的解答 大家到这儿去看 然后小凯刚才也讲到了 有这个高原的反应 这是第一站 接下来我们还有 其他不同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好好来 这个期待跟分享一下 那如果每个人 用三个形容词 来形容你们这次的旅程 你们会用什么形容词 来形容 一个人三个形容词 不至于这么匮乏吧 我只知道一个形容词 那你说一个吧 永远的神 这样 我们再次达成和解 奥特曼永远的神 好吗 迪迦 我就是迪迦 我就是光 你看 就是少年在一起 有多么的幼稚 一定要拼谁是永远的神 来 这是一个梗 这一个节目里头的梗 那至于为什么是永远的神 是怎么样 是在节目中 有什么样的争执吗 这个可以讲吗 没有 就是 天天打 他俩 打 头破血流 作为这个大哥 看到两位小弟 对 就是因为 我俩就是一个主唱 然后一个吉他 就天天打架 这个被子在旁边劝家 永远的神 也是他们在节目当中 非常有趣的一个点 两个人在争执 到底谁是永远的神 到底谁是呢 节目上线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了 来 小凯 刚才说了一个 形容词是永远的神 对 然后小董 你来说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一下你们的旅程 真好 真好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形容词 真好 就是那个 对 就真好 就挺好的 其实 其实你说 你还什么来 我刚才想到一个 自由 自由 我刚刚想说 freedom 两个人有默契 自由 是因为大家卸下了 所有的包袱 去到了一个 自由可以 大家可以看节目 就是 又留一个包袱 对对对 就是我们 自由的想干嘛 干嘛 导演组 自由的想拍啥拍啥 对 反正就是拍不着我们 所有都是空镜 是吗 就充满了空镜的一个节目 这是一个导演组成长的节目 成长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 导演组有发过这个朋友圈 就说这节目完全不受控 全都在计划外 就是三个少年 经常就跑丢了 是吗 不受控制 因为我们其实到了一个 比如说到了一个海南 或者到了四川川西 就是我们的节目宗旨 就是我们想去哪去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想在这停 明天想在 就还在这待一晚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 所以他们就比较为难一点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 有两个人 本来 永远的神 永远的神 本来什么 本来什么 把话说吧 大家看节目 事实地打断 好 看节目吧 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旅途当中 永远的神 来 可以说吧 不想说 可以说吗 少年就是完全不按导演的 那就可以说 那我就说一段 好呀 好呀 对 就是我们自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本来我们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 是到一个地方 在那边地方玩一圈之后 我们可能会去第二个地方 就比如说第一站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是川西 但我们第二站就要去云南 对 然后本来 导演组计划是飞机去 然后有两个人 前天晚上就突然突发奇想 百度 就是手机导航了一下 然后发现能开车去 13个小时 然后就开车去了 所以飞机直接变开车 飞机不知道去哪 所以说变就变 说走就走 其实是适当节省路费 所以非常好的财物 我们非常好的统筹 节省了这个路费 但是我觉得在路上 可能会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景 更多的风景 还有更多的故事 这个我觉得就是 少年出去玩的 最有意思的地方 随心而来 然后自由自在 好 然后浩然 我刚说了 你形容词是 形容词 对 那个 放肆 放肆 为什么 来 跟大家讲一下 就 为什么 你自己挖坑 就 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在一块吧 你要就是 他睡觉 我们吵到他了 他就放肆 不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 本身就是节目 我觉得三个人的配置 其实还挺好玩的 就是因为 两个人吧 可能有时候胆子 还不一定有那么大 但三个人结在一起 你知道就是 互相打个气什么的 就胆子就越来越大 反正能干的事 就越来越多 就想干的事 就越来越多 反正我们最后就玩了 觉得挺开心的 什么都玩了 铁三角 所以就有很多 这个放肆的旅程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所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他们这个放肆的少年之旅 但其实在旅程当中 大家应该也会有很多 因为生活在一起 住在一起 玩在一起 就会有很多 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在这趟旅程下来之后 你们有没有 对另外两位 就是在旅程当中发现 他身上有这个特质 是我之前没有发现的 有吗 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趟旅程确实突然地觉得 浩然唱歌太好听了 突然之间 就是不调音之前 也是非常能够享受的 我花了整整节目录制的 整个时间 然后终于破坏了 他们的音乐身份 今天浩然也特地 给大家带了一个节目 我喜欢这样的小董 这不在我们流程里 就发现了这个浩然 唱歌好听 来 小董你有发现什么 他们俩的一些特质吗 旅程当中 跟你之前所认识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还挺一致的吧 其实就像大家 平时出去旅游一样 不会因为一个旅行 说你这个人很不一样 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因为本来我们就 很深入地了解 所以其实在一起 就是很开心 什么都不用想 我觉得去 有一个远方 有一个目的地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 就是男生很浪漫的事情 但是生活在一起 有没有一些生活的细节 是你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非要刨歌问底 没有 那我们来问一下浩然吧 你觉得他们两位 有没有一些 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 少年的这个词里边 就一定包含着充足的睡眠 那是婴儿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少年需要茁壮成长 所以说少年需要充足的睡眠 我就觉得好像 对于少年来说 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或者九个小时的优质睡眠 是必须的 但我后来发现 好像并不是 所以压缩到几个小时 这趟旅行 我还是尽量在八个小时 到九个小时的充足睡眠 但是另外两位少年 但是其中两个人 可能好像四个小时都不需要 所以他们就是这种 就要充电四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是每天在我睡觉之后 他们两个还能再录一期节目 因为我们是自驾游 所以我的是晚上睡四个小时 车上再睡四个小时 对 就是我 我就觉得就是 我睡觉的这时间里边 他们两个 可以再录一期节目 就套拍一个别的东西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看一下这个 偶然睡觉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一些 番外的节目 可以让大家看的 期待一下 我们恰好是少年 当然他们刚才也讲到了 去了不同的地方 像第一集说去了 是川西 然后去了云南 去了海南 对不对 所以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其实也跟大家一样 我们出去玩 很喜欢往回寄明信片 所以他们三位 也寄回来了明信片 我们看一下 他们都寄回来了 什么样的明信片 明信片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好不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小董寄回来的明信片 来 小董寄回来的明信片 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去过的地方 里头 海拉蒙 这些地方都是你们去过的地方 有没有哪些 有趣的故事 他在说话 两位就是 来 我们在直播 直播 来 这个是小董寄回来的明信片 是吗 小董 有哪些地方是印象深刻的 跟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 对吧 都印象很深刻 也没什么 我觉得就是好看 就挑点好看 对 因为 就是其实我们 我们还是有 在国内旅行 还是有非常多很好的地方 值得大家去的 然后去了的感觉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那种 并不是说多好玩 多开心 但我觉得一趟旅行 就感觉很神圣的感觉 就是尤其像 四川云南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对 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 大好的河山特别的美 而且我们听这个 导演组的一些小调消息 就说小董 其实不管去到哪 都是在发呆 是吗 对 对 对 我就比较 比较爱发呆吧 去哪发呆的很舒服 就是沉思 沉思 其实是在做直播 你看 这个就情商低就是发呆 哎 情商高 沉思 来 小董发过来的明信片 来 我们看一下 浩然 寄回来的明信片 这不是和我们一样吗 对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都一样 我们去的地方一样 哦 原来是这样 你们录的是一个节目吗 然后 对 这个主要 其实大部分都是 在我们第三站 然后 海南的时候的照片 对 我好喜欢这只小狗 当时我们走的时候 它就 我们开车走 就一直往车上跳 小六 想跟你们 小六 对 它一直想跟我们一块走 就往车上跳 哦 对 因为那个地方是海南 其实有一片特别美的沙滩 然后有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露营地 哦 对 然后那是那边主人的 一小狗 对 哦 所以这个 狗狗都想跟你们走了 看得出来你们在一起 玩这个氛围有多好 而且听说你们还用一张 这个卸妆精 卸妆什么 是你跟小董吗 不是一张 不是一张吗 一张怎么卸 他们不是说你们一张 分成了两半 一人一半在那卸妆吗 哦 余子熙那天 就是前一段 刚说完咱们都素颜 怎么 对 怎么回事 这段剪掉 好 来 这个看得出 他们兄弟感情非常的好 去了很多地方 来 看一下小凯的 去的跟我们是一个地方吗 这个星星确实是我脑海中的星星 对 小凯讲一下 这个印象深刻的 这个其实就刚才浩然说的 那个小六 对 在沙滩上 跟我们一起打白球 然后那个星星吧 其实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听他们的描述 我从脑海中 构想了这一张图 没有 就是我们节目录制里边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会有传说中的第一视角 第三视角录制 然后我们这次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就是我们的 录制的嘉宾和观众 是站在同一个视角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天没有 没有记错的 我应该是在这里面 就是我其实 那天晚上 我的 我许了一个愿望 对 我跟 一定要看到流行 对 然后后来到那 高反之后 我又想许一个愿望 但是我又看不到流行 所以我就拜托小董 帮我许了一个愿望 对 对 我当时 我其实 在他们 因为我告诉他们说 如果看到流行 叫我出去 或者新鲜来了 叫我出去 他们确实告诉我 但是我却 出不去了 坐不去 对 然后那天晚上 就是因为你知道 那天夜里非常冷 零下十几度 但是因为 其实我们都是 按道理来说 都是应该是在门口 然后看到有一颗 然后就回来 但是那天 就是一般 其实能看到几颗 就很了不起 但那天我跟小董 我们两个人 大概看到了四五十颗 行了 行了 因为原因是 不 我们来还没讲 原因是什么 因为原因是 因为我们那个帐篷 非常小 其实只能 躺下三个人睡觉 但那天呢 到最后的时候 是屋子里面 挤了几个 一无工作者 在那边告诉小凯 呼吸 呼吸 然后我动作 两个人 裹着一容符 不能添乱 站在门口 哇 流行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原来他们看流行的故事 是这样的 好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他们当时这个帐篷里 跟外面的这个画面 具体精彩的故事 我们还是留到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来 我们也请三位 回到舞台中央 这个听他们的分享 真的觉得这个旅程当中 充满了故事 充满了这些 有一点点 事故 事故 但我觉得这些故事跟事故 就是我们旅程当中 最有意思 以及能够让他们 留在自己脑海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片段 就是这些 所以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 他们在旅途当中 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一下 三位 有没有通过这次旅程 培养更多的默契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要考验 大家的游戏 第一个游戏 要上热身一下 叫做逻辑挑战 然后我跟三位来讲一下 我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会按照这个 会给你们一个情境的设定 然后三位少年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字或者词 的接力来组成 一个符合情境问题的故事 其实跟加字有点像了 但其实就是每个人 用不同的词 时间地点人物 对对对 经过结果 你看年轻人都懂 来 萧董请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要开始这个游戏了 好 听懂了吗 没听 我是没听懂啊 对 我们就是每个人用一个词 然后来接力 最后我们接力完之后呢 要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好不好 来 第一个情境是 啊 这是 不是 我还没说 这是我们的主KV 不用看它 来 我们第一个情境是 畅想一下 三个人聚在一起 要做的事情 来 我们从 小董开始 这游戏规则就是说我 说一个词 说一个词 你可以说一个主语 一个词 或者一个句子 都可以 我们 接下来 浩然 三个人聚在一起 要做什么事情 这是情境 我要说什么 你是主语 我是什么 你只要是词 你能接上就行 都行 和你们 你们三个人 哦 我们三个人 对 说代表哥哥 都比说和你们好 我们 对 你们三个 聚在一起 要做什么 来 他说你们 我们 然后你 在餐厅 小凯 打痘痘 也是没错 我觉得 这个就是游戏规则 我们先热身一下 第一题就这样 大家明白了 来 我们给第二个情境 大家可以 发挥自己的想象了 第二个情境 旅行当中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 哎 放下顺序 小凯来了 一个词就结束了吗 没有 要组成一个故事 对 你们要编成一个故事 我是光 他是电 我们是唯一的神话 哦 你看 瞬间 第二题就有默契了 第一题热身 第二题就有默契了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题 能不能突破一下 第三题的情境是 奥特曼 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会 来 编一个故事 跟奥特曼有关的 从浩然开始 一个滑铲 一个飞铺 完蛋 机智 来来 掌声鼓励一下 哇 这个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来 最后一题 假如三个人流落到一个荒岛 怎么办 来 三个人在荒岛上 怎么办 刚知炼金术师Fa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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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凯 确实 不咋地 小斗 完蛋 看到他们在旅程当中 都在玩一些什么游戏 都要讨论一些什么话题了 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刚才是一个 先热身的一个游戏 挑战了一下 他们编故事的能力 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验一下 反逻辑挑战 接下来我们会给到你们 不同的这个动作的词 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的游戏规则 会给你们一个动作的词 然后你们三位少年 必须同时做出 不一样的动作 你们三个人的动作 得是不一样的 才算成功 就比如说 我说 起立 然后你们三个人 都得起立 但是你们起立的动作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朝的方向不一样啊 比如说 有什么细节是不一样的 得三个人动作都不一样 才能算过关 然后我们三个人起立 完之后表情不一样 可以吗 也是可以 如果要细扣的话 表情也是行的 八个动作要四个以上 四个以上不一样 才能算过关 如果没有通过四个考核 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 来 请听 第一题来考验一下 你们的反默契挑战 第一题 请听题 三 二 一 比心 好 这个比心 对 这边有心 哦 OK 反正也是不一样 也算过关 好 第一题算你们过 来 第二题 请听题 打篮球 三 二 一 哎 脚崴了 系鞋带 脚崴了 头篮 好 不一样 你们这个 动作得统一 三 二 一的时候 要一起做出来 不能 统一不是输了吗 对 但你们得那个 三 二 一一起做动作 不能太那个 不能太慢 来 第三题 自拍 三 二 一 这末期 自拍 你们这个角度 也是蛮清奇的 好 请听 第四题 耍帅 三 二 一 两个人互看 什么意思 没来得及做 好 那这条题 也算你们没通过 没来得及做 那接下来 第五题 请听题 游泳 三 二 一 狗旁 杨泳 挖泳 好 三道题 是一致的 来 接下来 请听题 暗中观察 三 二 一 这俩一样了 就不行了 接下来还有 还有两题 请听好 请听题 好吃 三 二 一 他俩不愧是在旅途当中 睡一张床的 动作一模一样 好的 你看 最后一道题 射击 请听题 三 二 一 好 来 这个三个人不一样的 所以 刚才 已经 没有通过 四道题的这个考核 所以 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四个够了 不够啊 正好最后 最后一个也不一样啊 最后一个不一样吧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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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刚好 来 我们的网友 想看他们惩罚的话 请扣一 你们下次直接惩罚就行了 你们不用玩游戏的 真的 我们可以跳过点环节 都是套路 好累啊我们 来来来 这样吧 还是满足一下 因为今天来都来了 对不对 来都来了 对 来都来了 给大家看多一点好不好 可以 但没必要 来 我们先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好吗 来看一下惩罚 每人抽一张 还要换 可以吗 你要换吗 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 好的 然后我们 先看一下 小董你抽到了什么 模仿三个表情 模仿三个emoji的表情 好 然后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小董的惩罚 来吧 展示 来 展示时间到 第一个 好 第二个 wink 然后沉思 沉思 你最喜欢的 沉思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浩然抽到的是 模仿其他两位少年的口头禅 口头禅 小董呢 跟 小董什么口头禅 在旅途当中 你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口头禅吗 你不关注我 我这节目还有你呢 小董口头禅就是 都行 随便 都可以 然后 小凯的呢 小凯口头禅 巨人永远的神 那么违心地说出了一句话 我不认同 我反对 好 这是两位的口头禅 然后 小凯是 说一件近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丑事 有什么样的丑事 这个我确实得好好沉思一下 丑事 最近 应该就是小时候那次了 对 在新加坡的时候 怎么是被人晒出来小时候照片的事情吗 我最近身上的丑事 最近没有什么丑事 最近就是上厕所夹到门了 夹到手了吗 把门 把门夹到 夹到门 夹到门 就是关那个厕所 那个玻璃门的时候 被那个塑胶夹了一下 没事吧 没事 OK 好 是吧 好的 那刚才就是他们的这个 惩罚的环节 不知道大家还满意吗 满意的话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好不好 哎呀 为了让 大家开心一下 真的是 好 然后 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游戏的环节哈 非常的 可以直接惩罚没关系的 你看 这个来 三个人一起就要惩罚吧 你们有套路 我们套路也很深好不好 来 三个人的惩罚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椅子搬下去 辛苦了哈 好 三个人的惩罚就是 三个人同时完成帅气五连拍 这个不是我刚刚出了吗 惩罚 你干脆不是换掉了吗 我们就拿回来了 好 来 三个人同时哈 我来喊这个节奏 大家一起来 帅气五连拍 好吗 看向正中间的机位 来 请 准备 三 二 一 一 有默契 二 三 四 五 六 好了 掌声鼓励一下 跟少年们斗智斗勇也是不容易啊 所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们这个私底下都有多么的好玩 互相的藏东西 互相的这个 搞对方 来 那既然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发布会来都来了 旅途也结束了哈 所以就是还有什么话 什么样的祝福 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要来送给另外两位少年 另外两位小伙伴 小董 现在都这么这么麻了吗 我们是一会发布会结束 我们就不再见面了吗 见见见见见见 但是今天就是还是得就回顾一下那个旅程 来然后来展望一下未来 给大家送一下祝福 旅程很好 希望未来更好 谢谢 谢谢小董 旅程很好 希望这趟旅途不会一直 不会结束 能够一直 能够一直走下去 哦 不要停下来 可以继续的再出发 来 后人下了这么久了 有没有答案 多吃饭 多睡觉 多读书 多看棒 多睡觉 放在C位 好了 那我们要再次的感谢 三位少年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发布会的现场 跟我们现场 所有的嘉宾 所有的媒体朋友 还有我们线上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提前分享了一下 我们恰好是少年 非常精彩的 故事跟内容的一些 前瞻性的东西 然后精彩的内容呢 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来锁定 我们腾讯视频的 恰好是少年 要再次感谢 大家的收看 跟大家的光临 今天我们的发布会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大家继续的来锁定 腾讯视频 恰好是少年 谢谢 为何恰好是少年 直播突然中断 因为他们又不受控了 谁夹到的娃娃最多 谁获胜 然后夹到的 三个PK吗 三个PK 谁夹的最少 谁接受惩罚 就不用每个人都来了 不配你们三个人 什么都没夹到 怎么开始作弊了 你知道我们是 有个机会 对着你们在直播吗 直接抓完了 好来 你看他们在节目当中 就是这么玩的 来看一下他们有多么的 自由跟放肆 那我们来数一下 谁抓的最少 小总几个 四五六七八九十 小总十个是吧 十个 十二个 十二个 十四个 十四 真的假的 还真是 因为我有很少 一二 三 四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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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剪进节目里吗 你看 这个不能再作弊了 请大家爆出自己 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 五 六七 八 九十 七十二 走晕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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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好去见王宁凯了 来吧 我们大胆猜测一下 明天王宁凯会不会来 我觉得王宁凯明天会来 因为我们这次安保真的非常的严格 出口街 不让带任何东西进去 揭秘时刻 今天到底有没有王宁凯呢 我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就是 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王宁凯 皇宁是怎么知道的呢 皇宁到底是从哪里获取的消息 然后我们就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对我们都全程保密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皇宁是怎么知道发布会地点的 大家好 我是冬志健 我是王宁凯 我是林浩然 王宁凯是跟我们一起看了正片的第一期 基本上就算一个现场reaction 因为我就坐在他写后面 然后就一直能看到他的船骨是保持了一个上升的状态 就全程就是 现场媒体老师跟逗小孩似的特别喜欢逗他 有时候一些情节出来吧 然后后面所有的媒体老师就 哇 然后我就看到王宁凯整个人就 他整个人就非常的害羞 然后就 比如我们看片的时候呢 是没有摄像机在开的 所以就能感到小凯的 状态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 一直和他旁边的浩然弟弟啊 小董一直聊天 然后还调侃人家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非常非常搞笑 然后他就每看到一个点 他就会转头去调侃 就是非常皮 但是发布会直播的时候 他同一个小男孩 突然间变成一个专业艺人 就那个笑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虽然都是在笑 但他那个笑容就感觉会保持在一个 拍起来会很好看的一个弧度 就和看片时候的小凯是不一样的感觉 发布会直播的时候 他就 这种笑容你们能感到 就 这种感觉 没有摄像机拍 就是我们在看片的时候 他就是笑的整个人就 就是那种感觉 就特别可爱 然后整个脸上就那些纹理都会笑出来 就感觉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艺人 再等到后面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导演制片人的一个群访的 然后就感觉导演非常的喜欢小凯 那个导演说他之前是做一个音乐类节目的 所以说可能对爱豆会 就他会觉得爱豆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 包括唱歌跳舞 但是单听一向的话可能会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水平 但是他说当他听到小凯去唱歌之后 他完全就完全打破了他之前对爱豆的一些固定看法 然后他还说小凯是一个想法会很深的一个人 他都会经常去找导演去探讨宇宙的奥义 就是我在线上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 这个蛮人有点意思 但是导演还是会觉得王俊凯还是一个小孩子 因为王俊凯就经常会去跟浩然弟弟争论 到底哪个奥特曼才是最帅的 导演